-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香港今天出現了第一位AV女優,竟然有網民改圖惡搞楊潤雄,然後被民體局報警,我們看看新聞說些什麼吧,根據新聞報導,女演員繪麗來成為首名, 來自香港的AV女優,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就說有人在網上發佈以局長楊潤雄的名義發表一個祝賀新聞稿,然後澄清母這件事也已經報警,發言人就講道局方收到市民舉報,網上邊有人假務局長名義出新聞稿,而這個發言人立即澄清絕無透過政府新聞處系統發佈過任何新聞稿, 報警處理,這張圖是哪裏出來的呢,這張圖是連登討論區那裏出來的,聲稱楊潤雄祝賀女演員繪麗來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的AV女優 另外除了連登之外,不同的社交媒體都是有鋪出這個意思,就要求楊潤雄局長出一個祝賀的,我猜不到楊潤雄變成了一個惡搞對象。 那為何今次會有這麽多網民在講這件事呢,其實我估計多數是跟楊潤雄那件事有關,因為之前出帖就說楊潤雄是這個香港人為港爭光,上下的事啦。 那結果啦,今次就有一個真香港人去了日本做AV,就變了個個就出帖叫他趕快去祝賀咯,甚至乎有人就搞了這些惡搞圖片。 那搞到現在政府方面要報警啦,那報警方面到底那個刑罰會是什麽呢,捉到的會怎算好呢,是罰錢啦,還是有其他的處分啦。 不過這單的新聞,當笑料的看一看啦,同時記得啦,這些改圖就真是不要隨隨便便自己去搞啦,一無緣無故就會拿屎上身的啦。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大家有啥想講,下邊留言啦,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